一口气看完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 公元685年 李隆基出生于东都洛阳 其父唐瑞宗李旦 虽名为大唐皇帝 却不能听证 军国正式皆由其母武则天专断 690年 李隆基五岁时 奶奶武则天称帝 而父亲李旦 被武则天由皇帝 降为皇嗣 并改姓为武 693年 李隆基的生母斗士 被武则天的婢女诬陷使用巫蛊之术 诅咒武则天 最后被武则天秘密杀害 同年李隆基被封为林姿王 705年 宰相张俭之率朝臣 发动神龙政变 在诛杀了武则天的男宠 张义之兄弟后 又逼迫武则天 让位于唐忠宗李显 而李隆基的父亲李旦 因参与神龙政变有功 被唐忠宗赐以宰相身份参与国政 708年 由于唐忠宗李显 懦弱无能 朝政大权逐渐落入 为皇后和安乐公主之首 同年 李隆基被任命为 鹿州别嫁 在鹿州的两年间 李隆基多方招揽亲信 来培养自己的势力 710年 李隆基从鹿州回到长安 同年 唐忠宗被妻子为皇后 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杀 随后 为皇后想学 活泼武则天 做第二个女皇帝 而李隆基和 巫谷太平公主 随即发动唐龙政变 李隆基已进军 诛杀了为皇后和安乐公主后 拥其赋李旦 复辟为唐瑞宗 事后 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 而太平公主 因公尽封万户 权势更加显赫 711年 太平公主看到 李隆基精明能干 妨碍自己参政 便想另立太子 而李隆基 也想除掉太平公主 由此 双方都在积蓄力量 准备除掉对方 712年 唐瑞宗李旦看到 估值二人争斗 怕这样下去 李唐江山又要大乱 于是 不顾太平公主的反对 把地位让给了 太子李隆基 自己则退为 太上皇 但仍掌握朝廷部分大权 同年 李隆基登基称帝 视为唐玄宗 但是 唐瑞宗的让位 没有缓解双方关系 反而加剧了 唐玄宗和 太平公主的矛盾 713年 太平公主图谋 发动政变 推翻唐玄宗李隆基 但却被人 向唐玄宗告发 于是 唐玄宗抢先发动 先天政变 在诛杀了 太平公主党羽后 又赐死了 太平公主 而太上皇李旦 得知政变后 正式归正于唐玄宗 至此 唐玄宗掌握了 全部朝政 714年 唐玄宗亲政后 先后拜摇崇 宋景 张岳为相 大力推行 社会改革 经过唐玄宗 数十年的历经图治 唐朝国力达到鼎盛 国土面积达 1076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在天保年间 达到了8000万人 当时 社会经济 空前繁荣 史称开元盛世 725年 唐玄宗率百官 至泰山风扇 737年 开创了开元盛世后 唐玄宗没有了 先前历经图治的精神 反而开始沉溺于 享乐之中 同年 唐玄宗宠爱的武贵妃病逝 唐玄宗因此 非常伤心 虽然 后宫多美人 但却没有一个 能使他满意 后听人说 自己儿子李昌的 妻子杨玉环 美貌绝伦 于是 唐玄宗不顾礼节 将杨玉环招进宫里 杨玉环懂音律 善歌舞 很得唐玄宗欢心 745年 唐玄宗策杨玉环为贵妃 为了讨杨贵妃欢心 唐玄宗大风 杨贵妃家人 其族兄杨国忠 因此平不清云 坐上了唐朝宰相 杨国忠任相期间 专权误国 只知搜刮民财 致使朝政腐败 754年 安禄山获得 唐玄宗的宠信后 引来了宰相杨国忠的记恨 二人仗着 唐玄宗的宠信 互相争权夺利 水火不容 最终成为 安史之乱发生的导火索 755年 安禄山以清军策 诛杨阳国忠为名 发动安史之乱 当时唐朝成平日久 民部之战 各地周县 或逃或降 安禄山叛军 一路势如破竹 攻占东京洛阳 次年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国号大燕 766年 唐玄宗派歌疏汉 率二十万大军防守 长安最后的防线同关 但却被安禄山叛军攻破 随后 安禄山叛军长驱直入 攻陷唐都长安 唐玄宗在长安陷落前 仓皇出逃 在行至马为坡时 随行将士发生滑变 在诛杀了 宰相杨国中后 又迫使唐玄宗 意死杨贵妃 最后 唐玄宗逃到成都 而太子李亨 与唐玄宗分道扬镳 逃至05 同年 李亨在05 被拥立为帝 视为唐宿宗 并遵唐玄宗为太上皇 757年 安庆旭失杀 父亲安禄山后 自立为帝 但叛军将领不服安庆旭 战斗力也随之削弱 同年 唐宿宗李亨 害郭子怡等人 讨伐安庆旭叛军 并迅速击败叛军 收复长安 洛阳两京 随后 唐玄宗从成都 返回长安 居于兴庆宫 从此 不再过问政事 由大将军陈玄宇 和宦官高丽室侍候 但唐宿宗因害怕 唐玄宗复位 便默许宦官李辅国 加害唐玄宗 辞官退休 致使唐玄宗之身一人 孤苦伶仃 好不凄惨 762年 唐玄宗李隆基忧郁而终 中年78岁 在位44年 还做了6年的太上皇 同年 他的儿子 唐宿宗李亨 也相继去世